12月12日 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前来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 此时周恩来尚未到达重庆 王明、伯谷、董毕武、吴玉章参加了约见 蒋介石再次提出关于两党合并的问题 他说 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 加入国民党 或共产党取消民意 整个加入国民党 我都欢迎 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 我也赞成 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 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 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 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了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和于国民党 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 此目的如达不到 我死了心也不安 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的这个意见 至此也是不变的 他还对吴玉璋说 你是老同盟会 国民党的老前辈 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 吴玉璋说 我相信共产党是相信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真理 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 不能动摇 如果我二三奇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 现在世界上固然有只要一个党的强国 如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和德国的纳粹 但也有各党并存的强国 如鹰 美 法等国 蒋介石蛮横的说 他党可以并存 就是共产党不能并存 如不取消共产党 我死也不会瞑目 他还威胁说 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 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 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 那么 国共之间的冲突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12月12日这一天 日军飞机七架次第三次空袭延安 军民们听到警报声立即隐蔽 城防高射机枪齐发 日机投弹40余枚 仓皇逃跑 毁民房100多间 无人员伤亡 12月13日晚 毛泽东在由组织部召集的 关于党政军民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上讲话说 加紧学习 学习马力主义 革命运动及中国的历史 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深的理论起 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指 毛泽东还说 各机关要振奋精神 积极参加生产运动 我们种田生产粮食 是农民 做桌子 造房子 是工人 办合作设事商人 读书 研究学问 是学生 懂军事 会打仗 是军人 这就叫做农工商学兵一起联合起来 12月14日 日军飞机第四次空袭延安 来袭飞机共7架次 头弹45枚 延安军民损失甚微 12月20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 新中华报发表题为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社论 社论中说 在目前形势下 我们已经遇到一些困难 估计将来某些地区被敌占领 边区主要交通线被封锁时 必然要遇到更多的物质困难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困难 迎接困难 准备办法 战胜困难 只有这样才不会在困难面前屈服 社论号召在边区内广泛开展生产运动 机关工作人员 部队指战员 都要一面工作 一面生产 把工作与生产联系起来 1938年冬 经毛泽东批准 林彪由夫人张梅陪同前去苏联养伤 笔者借此机会分别介绍一下 林彪和罗瑞卿各自的婚姻和爱情 前面已经说过 林彪自1925年以来 一直写信要求在老家的那位只有妻子之名 而无妻子之时的汪静怡改嫁 到了陕北之后 她才把丘比特的爱情之剑 射向了性格开朗活泼好动的 陕北米之姑娘张梅 张梅原名叫刘新民 1919年出生 初落的眉清目秀 身材苗条 皮肤细嫩 人称陕北一只花 1937年下 林彪与张梅结为夫妻 一年后 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 女儿林晓菱 到苏联后 林彪一待就是三年 在这期间 周恩来在1939年 由邓颖超和革命烈士遗孤维氏陪同 到苏联治疗右臂 后来 孤维氏留在莫斯科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 这时候 林彪和张梅两人因性格冲突 感情不合 越闹越僵了 林彪经过接触 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孙维氏 1942年2月 他只身回国 动身前告诉孙维氏说 他已经和张梅离了婚 并信誓旦旦地说 要在国内等孙维氏学成归国后 就和他结婚 可后来林彪回国不久就遇上了叶群 第二年他们就结了婚 林彪让去苏联治病的罗荣环 烧给仍在苏联的张梅一封信 说他已经重组了家庭 后来张梅回国后 在1954年令嫁了黄浦军校第三期毕业的徐介帆 罗瑞卿则是在林彪和张梅结婚的第二年 也就是林彪复苏疗养的1938年冬天 初时他的第一任妻子龚平 那时候 抗日军政大学组织了一场特殊的报告会 给学员们做报告的是 32岁的抗大副校长罗瑞卿 听报告的是 抗大入党8个月以上的年轻党员 坐在前排的一位秀丽端庄的女学员 名叫龚平 他是抗大五大队女生队学员 龚平 1919年生于江苏南京 12岁时 考入南京有名的惠文女子中学 17岁考入精灵大学 是精灵大学有名的校花 国民党军的一个师长千方百计地追求龚平 龚平的父亲也答应了这个师长的请求 却遭到了龚平的拒绝 不久 龚平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 抗战爆发后 他从上海到了江西 又从江西到了重庆 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中 结识了许多革命志士 由此奔赴延安 龚平对台上威风凛凛 英姿勃勃的手掌一举一动 都看得非常仔细 此时的罗瑞卿是一表人才 英俊魁梧 干练洒脱 他的报告既显智慧又见学识 生动活泼 诙谐有趣 博得了台下学员们一阵阵的热烈掌声 正值方林的龚平于朦胧之中 已有几许青春少女对优秀男子的爱慕崇拜之情 散会之后 他没有马上离开 静静地站在大门外 等待着一个人的出现 不大一会儿 罗瑞卿迈着文剑的步子走了出来 见龚平一个人站在那 便关切地问 同志 你等谁呀 我 龚平见手掌站在自己跟前 有些慌乱 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罗瑞卿见状 又亲切地问道 你住哪里呢 此时 龚平的情绪已经渐渐平静了下来 他回答说 抗大文公团 罗瑞卿微笑着说 我 我们是一个方向啊 一道走吧 自自 罗瑞卿与龚平 由相识到彼此爱慕 逐渐加深了感情 组成革命家庭 便水到渠成了 于是 罗瑞卿向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书 和龚平结为抗例 半年后 罗瑞卿奉命率部 奔赴抗日前线 龚平因患妇科病 不能随军行动 不久 组织上让龚平到重庆去治病 龚平竟在中途遗失了组织介绍信 由于没有任何组织和熟人能证明他的确切身份 龚平在重庆苦苦支撑了两个月后 又被人劝到了成都 在成都 仍然没有人相信他 就这样他糊里糊涂地脱离了党组织 开始了一个人的孤身奋斗 后来 当龚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底 打听到罗瑞卿的消息时 罗瑞卿已经在1941年4月3日 与郝志平举行了婚礼 小孩也有几岁了 后来 郭平在1949年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享受副司局级离休干部待遇 郝志平 河北临张人 1922年出生于河南安阳 1938年到延安参加八路军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4月 与罗瑞卿在辽县童玉镇结婚 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1975年4月 罗瑞卿在一网诗书 郑志平一诗中写道 延安相识未知心 太行使得互恋情 艰苦被常开言笑 生死与共爱更深 且说1939年1月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机关合作社宴请延安文艺界人士 复宴者约有100余人 席间 毛泽东鼓励文艺工作者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 创造和演出更多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 1月2日晚 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了一篇发刊词 全文如下 当抗日战争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 八路军同人出版这个军政杂志 其意义是明显的 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 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 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 八路军在抗战一年半中 在蒋委员长与战区司令长官的领导之下 在朱鹏总副司令及各部各级长官与共产党员的领导之下 协同各部友军进行了英勇的抗战 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 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坚持了与发展了华北的游击战争 创立了许多在敌人后方的抗日根据地 缩小了敌人的占领地 钳制了大量的敌军 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 延缓了敌人进攻西北的行动 兴奋了全国的人心 打破了认为在敌后坚持抗战 不可能的那些民族失败主义者 与悲观主义者的错误观点 揭穿了中国托洛茨基反动派 汪精卫青日派 与国内某些守旧顽固分子的无耻造谣 此外 八路军的一部后方留守部队 亦保卫了何妨 宪政准备配合西北友军 为反对敌人进攻西北而战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除了脱落此击反动派 汪精卫青日派与某些守旧顽固分子之外 是一致承认的 这在敌人方面不但不敢轻视八路军 而且日益增长 其畏惧八路军的心理的事实表现上 也得到充分的反证 八路军为保卫祖国而牺牲奋斗的忠诚 与不可战胜的事实 是明显地摆在全国全世界的面前 除了反动派 青日派与某些顽固分子之外 是无法否认的 中外新闻记者 观察家 旅行家的详尽的或粗略的记载 早已连篇累赌 一切无成见的人 都愿意研究八路军的经验 当然不是偶然的 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八路军之存在及其发展 对于中华民族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 如果有人提出这类问题的话 那我们只有一句话答复 认为无益者 必是事实上不愿意抗战胜利者 只是直接帮助敌人的胡说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 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 由于指战员的应有 由于人民的拥护 由于友军的协助 这四者是八路军 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 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 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 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 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 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 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 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 与忠诚鼓励的友军将士 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 互相忘记了救援 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 这是中国绝不会亡的基础 从前人说 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 其人必不忠 读李密陈琴表而不流泪者 其人必不孝 今天我们应该说 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计救援 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着 其人必不爱国 在这里 那些发国难财 吃摩擦饭的人物 应该引起一点反省吧 八路军有无缺点呢 不但有 而且多 首先是技术装备不如敌人 也不如某些友军 这是八路军的基本缺点 也是中国军队的一般缺点 因此如何加强技术装备 以便战胜敌人 成为八路军在抗战新阶段中的严重任务 第二 八路军已善于游击战与运动战出名 但一部分干部 对于抗日的战略战术之了解与应用 尚感不足 一般干部 尤其是新提拔的干部 对于现代新式军队的管理与指挥 至今还缺少初步的研究 若干工农出身的干部 还没有解决提高文化水准至必要程度的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八路军当前的第二个任务 第三 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是达到抗战建国胜利的总方针 八路军干部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成绩 但若干干部尤其是新干部 对于统一战线的了解尚感不足 协同由党友军移到工作 与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使之利于抗战 某些地方还做得差 因此加强统一战线教育成为重要的任务 第四 争取敌伪军的工作 久已成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主要方向之一 也得到了许多成绩 但对战事与干部普遍施以日文日语的教授 并研究各种方法 使之善于向敌军士兵与下级官长进行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宣传 还非常不足 争取蒙伪军的成绩较大 但还需更进一步 在这里搜集与研究敌伪军的全部情况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在这方面的成绩还没有达到需要的程度 第五 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 将是财政经济问题 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 也是八路军的困难 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 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八路军某些部分的注意 但还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 如何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上 不但注意执行正确的地方财政经济政策 如像过去已经实行了的 而且提出与实行在不妨碍作战条件下 由军队本身亲身参加生产的问题 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上 战斗部队担任作战 后方机关人员担任生产 在战斗许可的情况下 战斗部队亦可利用时机 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 做鞋袜 打手套等等工作 在巩固的根据地上 种菜 喂猪 打柴 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 开办合作社更应该做 这样做去 一方面改善了军队的生活 补助了挤养的不足 又一方面必然能够更加振奋军队的精神 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以上增加技术装备 深沿战略战术 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 广泛地进行争取敌尾军工作 由军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 这是八路军在新阶段中 应该加重注意的重要问题 其他工作中存在着的缺点 将从这些重要问题上的进步而克服之 发扬成绩 纠正缺点 是八路军全体降势的任务 也是军政杂志的任务 抗战是长期的与残酷的 发扬八路军的成绩 纠正八路军的缺点 首先对于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 是迫切需要的 同时对于以八路军经验 贡献抗战人民与抗战友军 也属需要 民国28年1月2日不久 八路军军政杂志在1月15日正式创刊 由肖向荣任主编 在毛泽东、郭化若、王驾祥、肖进光 肖向荣五人组成的编委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1月5日 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 由毛泽东起草的 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 原来在1938年12月18日 汪精卫和夫人陈碧军以蒋眼为名 由重庆偷偷飞抵云南昆明 第二天 二人写着汪派的干将陈公博、周福海、郝熙胜 曾仲明一行人飞往越南河内 12月29日 汪精卫发出了验电 29日这一天在电报运幕代码中实验 故称验电 标题是智奖总裁 即国民党中央职监委 提出了终止抗战 对日求和的主张 汪精卫说 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 尊重中国之主权 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 国民党中央迅速做出反应 在重庆召开了临时常委会 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 并撤销其一切职务 12月31日 验电在香港箭报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全文如下 假 蒋介石驳斥静卫宣言 及汪精卫的逃跑与被开除党籍 表示了中国主战派与中和派的开始分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部分动摇分子 几经由亲日派转向汉奸集团 这是中国抗战 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进步 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特征 这特征几经表现在 西南西北的高级军官会议上 也将继续表现在 即将召集的国民党务中全会上 虽是党务与政务上的进步 一般还落后于军事上的进步 一这种进步将必然推动 国共合作的继续进步 但这并不会取消国民党 历来限共防共的政策 最近国民党各报上向本党提出的 交出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边区 即放弃共产主义等 以及在华北西北各地的许多摩擦 就是这种限共防共政策的具体表现 与我们的任务 此坚决拥护蒋氏坚持抗战方针 及其对晋卫的驳斥 拥护蒋氏的每一进步 拥护国民党中央 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 丑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 批评他的汉奸理论 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张 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 银在打击汪精卫时 连带指出目前一切反对八路军 新四军边区与共产党的主张 实为汪精卫之应生虫 这是从事实上帮助汪精卫 帮助日寇的行为 这样来间接回击 国民党方面顽固分子的反共活动 丁到处提出下列口号 自拥护国民党中央 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 丑打倒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 银打倒主张和平妥协的汉奸汪精卫 某打倒反对共产党 反对八路军新四军 反对陕甘宁边区的汉奸汪精卫 这条应依照各地情况来写 不一定全部写 陈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打倒日得意 侵略中国反讲反共的统一战线 中央书记处1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讨论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问题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 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 要有一个推动 要从边区议会做起 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 造成对外友好的影响 因此边区议会要开 国民党攻击我们利益 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利益 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 议会名称 荣用参议会好 边区问题解决 必须坚持下列原则 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 二保证民主制度 1月16日 中共中央批准 在重庆正式成立 中共中央南方局 由周恩来 博古 海丰 董碧武 吴克坚 叶剑英六人为常委 周恩来为书记 具体工作是由 董碧武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 博古负责组织部 凯峰负责宣传部 及党报工作 叶剑英负责联络工作 吴克坚负责新华日报馆 邓尹超负责妇女工作委员会 蒋南翔负责青年工作 南方局直接领导四川 云南 贵州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江苏 江西 福建 以及香港 澳门地区的党组织 1月17日 赏丹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在延安召开 出席会议员有146名 其中有边区政府聘请的 开明绅士特约参议员12人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 王明 张文天 陈云 王驾祥等出席了开幕式 毛泽东在开幕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说 边区是全中国的一个部分 但这里有些新的东西 如民权主义 别的地方很少 民生主义 别的地方根本没有 这就是边区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 现在全国坚持抗战 开参政会等等 在实行着三民主义 我们边区的参议会也是其一 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民族 民权 民生是相互配合的 没有民权主义 民生主义 就不能实行民族主义 抗战就不会胜利 边区的进步 主要的表现在民主 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 在现阶段的发展物 现在各阶级 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 大事一定有人反对的 坏事有人反对 好事也有人反对的 那么怎样断定是之好坏呢 看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 这标准就是凡是日本帝国主义 汉奸所反对的 那一定是好事 因之我们要努力地干 接下来 会议选举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 选举张邦英为副议长 会议听取了边区政府主席林博渠 关于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 林博渠在报告中阐述了目前的抗战形势和边区所处的环境 说明边区在抗战中的重要性 总结了边区政府成立两年来在保卫边区和全国的抗战中所做的工作 提出了边区政府在抗战新阶段中的任务 他还强调说 边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 就是团结边区全体人民 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坚持持久抗战 保卫边区 保卫西北 保卫全中国 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实现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 1月17日晚 毛泽东给何甘之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 何甘之在陕北工学教书期间 曾酝酿编写一部中国民族史 他把这一设想和编写计划写信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甘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 很高兴的 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 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你又在想做民族史 这是很好的 盼望你切实的做去 我则有志未代 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 已至今没有着手 我的工具不够 今年还只能做工具的研究 即研究哲学 经济学 列宁主义 而以哲学为主 将来你研究 近代史 和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 我以为是对的 尤其第二个态度 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 和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 而把南北朝 南宋 明末 清末一般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 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 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 只有一点 对于那些坚弱功媚 浩大喜功的侵略政策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 应采取不赞同态度 不适合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 为抵抗而进攻 不在侵略范围之内 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 判个赴我一本 敬注努力 毛泽东由于战争环境的困难条件所限 和甘之后来最终未能完成这一写作计划 1月18日下午 毛泽东在第一届参议会上 做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 他说武汉失守了 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 而是敌攻我手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 完成这个过渡需要三个条件 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 敌人困难的增长 国际上更多的援助 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 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 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 主要是在敌后托 牛尾巴 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 闪干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 民主的模范 此后 在参议会讨论林博渠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过程中 边区政府各厅、处以及高等法院也分别做了工作报告 经过热烈讨论 大会一致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 和各部门负责人的部门工作报告 1月22日 毛泽东给周扬写了一封信 早在1938年秋冬 毛泽东办公室秘书李六如和培元两人和写闪干宁边区实录 此时初稿已经完成 送交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因为工作太忙 就在信中委托周扬办理此事 他在信中写道 周扬同志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 我全未看 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 不应轻率出版 必须把内容形式都弄妥当 方能出版 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 如你觉得需全盘改造 则全盘改造之 虽甚老你 意义是大的 毛泽东1月23日 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 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贡献共对策的指示 此前蒋介石在1月20日曾约周恩来面谈 重提国共两党统一之事 他说汪精卫离去更是两党团结的好机会 即使暂时不统一也要有新办法 1月21日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 主要议题是整顿党务 研究如何与共产党做积极之斗争 蒋介石做了唤醒党魂 发扬党德与巩固党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演讲 他说 我们对中共不再像15、16年至民国年 即1926、1927年 笔者注那样 而英采取不打他 但也不迁就他 现在对他要严正管束 教训、保育 现在要容共 不是容共 他如能取消共产主义 我们就容纳他 毛泽东鉴于这种种迹象 敏锐地察觉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倾向 便在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宪共对策的指示中写道 一、国民党目前的进步同时包含着防共宪共工作的强化 这种进步中的恶劣现象意识上不会降低 最近奖令敏后抗战部队不得擅自移住 不得兼行政 坚持取消济南甚至集中行政公署 石高 国民党军十有三 高树勋布 笔者注 之开入济南 东北军一步开入山东 某部之移注长治消息 战地政治委员会之设立 国民党中央发出防共密令等等 都说明讲及国民党之政策 在于加紧限制八路军发展 同时使八路军与各地方系统部队关系恶化 以孤立八路军 二、因此 各方顽固分子特别是暗藏的日口间隙 便乘机加紧对八路军的摩擦、排挤与破坏 某些过去比较同情分子 亦与我为防区及政权等问题 发生摩擦 三、我们对摩擦如逆来顺受 则将来摩擦逆流必更大 顽固气焰必更高 故我因以冷静而严正之态度对之 八路军是应当发展的 因其发展对抗战有利 而目前发展方面主要的是华中、华北 而不是东三省雨茶、热 应该地日寇统治较巩固 如无重大变化 八路军去必受严重损失 四、在国民党五中全会结束以前 八路军暂不做大的移动 以观统战形势之发展 雪峰之队可暂缓去晚北 六八五团暂缓过龙海路 陈旅一百一十五师三四三旅 旅长陈光 笔者柱亦暂缓去山东 后五中全会后再做行动的布置 在此短时间内 卓中部队质量上的整理已被将来之发展 五、限制八路军重要方法之一部 为不准干政与筹款筹粮 我应公开表示 抗战部队与游击队不能不吃饭 如能加想 可考虑改变筹粮办法 以建立知政权未到万不得已时 绝不应轻易放弃 六、向各方广泛解释和证明 日寇汪逆阴谋 以反共行动来转移国人 反日反汪视线 目前反共自觉的不自觉的 均会为日寇汪逆所利用 七、对各有军之工作具体方针 中央政讨论中厚厚电告 中央书记处1月24日 中共中央发表 由毛泽东起草的 至国民党总裁蒋先生 纪五中全会朱先生殿 重庆中国国民党总裁蒋先生 纪五中全会朱先生大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仅向中国国民党五中全会 致民族革命之敬礼 盖自一年半以来 由于坚持抗战国策 与全国英勇奋斗 以使日寇之进攻大受打击 国际之同情日益增长 中国之胜利奠定时机 牺牲虽大 效果已章 循此奋进 定能达抗战必胜 建国必成之目的 武汉放弃广州不守之后 抗战正向新阶段发展 日寇乃于军事进攻外 加重其分化中国内部之阴谋 无人对策 唯有全国更进一步的精诚团结 巩固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拥护蒋委员长 坚持抗战到底 实行新的战事政治 军事 财政 经济 党务 民运 文化政策 以便增加力量 渡过难关 对抗敌人阴谋 消灭汉奸毒计 停止敌之进攻 准备我之反攻 救国之道 端在于此 服读奖委员长10月30日告国民书 12月26日 驳斥敬畏演说 名言智论 举国同亲 乃汪逆经畏赐绝国人 逃奔就敌 高章亲日反共之旗 实行被党叛国之计 贵党中央开除其党籍 撤销其职务 辞言义政 千古不魔 施于此时 贵党五中全会开会于重庆 同人深信 必能总结过去之经验 昭示今后之方针 严整抗战阵容 密切军民联系 刷新政治 发黄民运 以为全国国民如鸡如可之望 以雇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之机 同人深信 抗战高于一切 团结必能胜敌 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 乃与团结全国 团结抗日各党派 实现民族解放之伟大事业 丝毫不可分离 抗战虽为一艰难过程 团结则为无坚不摧无敌不克之力气 统心断金之意 统舟风雨之思 蜘蛛先生必有同情也 宿电致贺 敬送熏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扣进1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 由毛泽东起草的 为国共关系问题 致周恩来转蒋介石殿 恩来同志 转中国国民党总裁 蒋先生会见 请得恩来同志来殿 魏先生在贵党五中全会前 切望毕党提出 今后国共两党合作之意见 不胜欣慰 斯特向先生坦白霹雳沉枝 一卢沟桥事变以来 举国在先生领导之下 进行对日的民族革命抗战 显示出四万万五千万人的 伟大民族团结 为世界上任何暴力 不能征服之力量 胜利之鸡使殿 前途之希望无穷 此阶先生领导之功勋 与前线将士 全国党派全体同胞 积极努力之业绩 迁在而下 与有融失 然而抗战过程 十一艰难斗争过程 日扣汉奸深知 我民族团结之基础和骨干 实为国共两党之合作 因此 敌人计划最特别努力于 破坏国共两党 及两党之合作事业 在抗战进入新阶段之际 日扣对策 决位于军事进攻之外 加紧进行以华治华之毒计 其中尤特别着眼于强调反共口号 不特介意欺毙世界之舆论 尤其企图借此以破坏国共两党之合作 并破坏与分化国民党 汪精卫在强调反共口号之下 实行逃走而叛党卖国之活动 实为日扣此种阴谋之具体表露 先生在驳斥 敬畏声明之讲演中 曾公开指明反共极灭华 实为一针见血之论 名言治理 中外同卿 盖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进步之力量 国民革命不可缺少之因素 反共时机反对中华民族解放之事业 反共时机反对国民党抗战建国之友军 反共时机反对并分裂国民党 反此皆当前历史之具体真理 亮先生必有同感也 二 抗战以来基本事实 表现两党合作日趋进步 两党同志日趋团结 中外人士皆认此为抗战必胜 建国必成之主要根据 此不仅为两党同志之光荣 亦且显示中华民族之伟大 因此 凡关心中华民族命运者 无不期盼国共两党之巩固的 与长期的合作 因此 毕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 即毛泽东同志代表毕党制先生性 均惩治具体地提出 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之主张和方法 用意所在 无非玉宇先生及国民党同志 相见以成 相守以性 积极地拥护先生及政府之领导 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以便团结全国 渡过难关 对抗敌人阴谋 消灭汉奸毒际 停止敌之进攻 准备我之反攻 此物此至 凡在国人已招然共建 三 但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 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 所谓两党合并 则成为另一事 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 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 共产党诚意地愿与国民党 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 民权自由 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 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 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 此不论根据抗战建国之根本利益 根据两党长期合作之要求 根据中国社会历史之事实 根据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之原则 以及根据孙中山先生之遗讯都非如此不可 四两党合作过程中常有现象 最近犹慎 许多地方不仅原有的共产党员政治犯未曾释放 而且常有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之事 闪甘宁边区问题 虽经先生一再承认 但政府机关严不解决 少数不明大义分子 遂借一座无畏之摩擦 查禁避党书报 诬蔑避党言论之事 有层出不穷 甚至八路军伤病员在三员附近者 亦被地方当局武装包围威胁 机制酿成流血惨剧 其他歧视共产党员与八路军援兵之事 不一而足 特别在纪卢等地敌后游击区域中 各种排挤污蔑八路军与共产党之行为 几乎每日皆有 此等情形 疏为严重 至于摩擦增加之原因 一部分固由于日寇汉奸挑拨离间之阴谋 得逞其计 另一部分不能不归咎于少数不明民族大义 不顾国家存亡者之固执成建 一意孤行 此众不幸事件积累之结果 定将不利于中华民族抗战建国之事业 日寇汉奸正注视此等事件之增加 而发出得意之凝效 因此 必须停止此种现象 但不应任其发展 制限民族国家于不利 五 但毕党中央深信 巩固与扩大国共两党长期之合作 为全国爱国同胞和世界先进人士 所切望 为全民族抗战建国所必须 毕党六中全会 已将保证两党长期合作办法 及毕党所能让步支点及其一定限度 恳切提供先生及国民党全党同志之前 深信贵党五中全会 在先生贤民远见的领导 及各中委宫中谋国的精神之下 定能对毕党中央建议加以慎重考虑 而得到有力两党长期合作之恰当的结论 以为全国人民音音之望 已故抗战建国胜利之机 民族前途 实力赖之 专此 敬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月25日下午 陕甘宁边区政府 在延安南关举办边区首届农产品竞赛展览会 毛泽东参加了开幕式 并发表讲话说 今天开边区农产品展览大会 意义是很大的 现在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 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前方要有将士的英勇抗战 而这些将士们要饭吃 要一穿 这就要依赖后方 努力生产来解决 边区在过去生产运动已有了一些成绩 这次农展会就是成绩的代表 前方努力打仗 后方努力生产 打下去一定可以打垮日本的 在我们边区 不仅老百姓要如此做 其他如学校 党政机关及部队都要参加生产运动 1939年开始的时候 就开这次大会 全边区的各机关学校部队 和200万老百姓大家联合起来 全体动员 为完成生产任务而斗争 这次展览会历时半个月 展览分为边区概况 农作物 果类 畜牧 药材 狩猎与林业六个展示 展品2000多件 展示了边区农业 牧业生产的发展情况 前往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第一天观众在8000人以上 以后平均每天在5000人左右 1月2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 研究生产运动等问题 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 负责领导生产工作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 生产运动的意义 是在长期抗战中实行自给自足 1.准备工作 现在到春耕还有两个月 要雷厉风行的 不失时机地进行准备工作 2.进行生产动员 在2月1、2、3日进行生产动员 分配生产任务 各机关学校等单位组织生产委员会 3.总的生产委员会 以林博曲为主任 1月28日 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中说 读书可以使人增长学问 有了学问就好比站在山上 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 没有学问 如在暗沟里走路 摸索不着 那会苦煞人 预知毛泽东后来的活动情况 请看下一张内容编剧 东方翁曰 关于国民党早期抗战情况 毛泽东曾做过这样的评价 他说 从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 到1938年10月 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 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 是比较努力的 在这个时期内 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 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 使得国民政府政策的重点 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 这样就比较顺利地 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 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可是在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以后 蒋介石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 就又旧病复发 开始在共产党身上打主意了 本章所讲的蒋介石12月6日 约见周恩来时的谈话 12日与中共参政员的谈话 及其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讲话 便是明显的端倪 而后不久 他便由容共逐渐走向防共 宪共反共的道路 朱军如若不幸 请继续往下看 请继续往下看